贵党的八一宣言我看了 搞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张某也败读过了 我很赞同你们联合抗日的主张 但是为什么在你们的抗日统一战线当中 排除了蒋先生 你们一边主张 团结中国所有的力量 一边却又反对 在中国政治 经济 军事力量的最高统帅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副司令 李局长 我看大家今天都很辛苦了 时间呢 也到饭点了 还是先吃个便饭吧 大家慢慢聊 今天的谈话 我们都受益匪浅的 清深 你说呢 确实如此 作为军人 往往我们总是考虑怎么打仗 却从来没有考虑过为什么打仗 今天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一会儿我一定好好见红军朋友们几杯 诸位 请吧 慢 李克农不才 还是想和张将军 以及诸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不错 蒋委员长确实掌握着中国经济 政治 军事名外 但面对日本的侵略 却步步退让 以致整个北方国土沦陷 几千万人民沦为亡国奴 而队内呢 却派重兵 消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民主力量 镇压全国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他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人民公敌 我们怎么能把这样的人 列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内呢 你这个观点我无法沟通 我们先把国共之间的恩怨救账 放在一边不谈 在救国图存的时刻 蒋先生既同是炎黄子孙 也是中国唯一的合法领袖 难道他愿意看到中国灭亡 愿意做傀儡政府 愿意做王国奴吗 不可能 绝对不会 他推行的港外陛下安内的政策不假 打红军也不假 但他也抗日啊 长城抗战 一二八松户抗战 不打的都是日本人吗 如果抗日统一战线 把蒋先生排斥在外 又抗日又反蒋 这可能吗 从1931年开始 蒋介石就集中数十万 乃至百万大军 连年对我苏区进行围剿征法 进中央红军 在五四反围剿和长征途中 牺牲的人数就达十十万之重 相比之下 他对日本人才放了几枪 蒋介石是我们没头号敌人 与他合作 无异于与虎谋皮 我认为直到现在 他抗日是假 剿共是真 要是按照你的逻辑 我也可以说你们共产党 抗日是假 反正副是真 来人 副司令 冷静一下 副司令 你要干什么呀 撤 李局长 千万别介意啊 走下 走下 王军长 张将军为蒋先生辩护 请礼之中呢 我没有你那么多大道理 联合必须融奖 这个问题 我必须承报党中央 好啊 让毛泽东周恩来 直接跟我谈 王军长 到 找点好客人 是 情况啊 就是这样 我回来就跟州府主席 和博国同志汇报了 我希望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 能就张学良提出的要求 基于讨论 王先生 你张学良 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和在918事变中 不抵抗的反应 以及和蒋介石 个人的密切关系 我认为张学良的态度 很值得怀疑 他让我们红军谈判 仍旧是各军阀之间 矛盾冲突的一种表现 他为什么找我们谈判 那是在我们红军的压力下 在蒋介石 一时还抽不出大量的力量 来援助他的情况下 企图以抗日不反蒋的口吻 来缓和我军 下这种现象 仍旧是各帝国主义之间 争夺中国的反应 克农的汇报中 有一点我很敏感 张学良在会谈中提出 红军应当北出宁夏 到隋远区 背靠外蒙发动抗日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让我们红军脱离出陕北 如果我们一旦 在宁隋和外蒙交界处 与日本交火 就很容易引起日俗战争 张学良这个算盘 我看啊 魏冕打得太精明了 我说完了 老鹏啊 你什么时候都是一门重型炮啊 但是 我们这次落川之行 毕竟打破了和国民党实力派之间的一层尖兵 不论张学良 是不是记忆红军的威力 但是 他毕竟跟我们签订了 互不侵犯条约 加上 东北军 以及全国抗日情绪高涨 张学良 也对蒋介石在军事上 财政上的控制不满 所以 我们继续谈下去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但是 张学良 不是雅虎城啊 要他接受共产党反蒋的主张 的确很困难 现在看来 我们当初 是有些乐观了 张学良是同意抗日的 但不同意反蒋 不反对国防政府抗日联军 但不同意马上实行这个口号 他那一套 还是蒋介石的策略 即取消苏维埃红军和武装 暴动的策略 纳入三变主义轨道 在国民大会 给共产党一个席位 在共赴国难口号下 取消苏维埃制度 接受南京节制 最后瓦解红军 所以啊 我很怀疑张学良的诚意 张学良是不是真有诚意 在我眼里并不重要 能坐下来谈就是好事嘛 我们过去与国民党地方派系 打得交道多了 国民党内部的矛盾 是可以利用的 在我要把会议上 讨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 我就说过 前仓国民党里 有大狗小狗 宝狗恶狗的争斗 这点争斗 这个缺口 这种矛盾 对于我们的革命是有利的 我们一旦与东北军实现全面停战 整个西北地区的局面就会改观 打山西就减少了许多候补之忧啊 可诺啊 张学良不是点名让我去吗 那好 那我毛泽东就去会会这位少帅 老毛 前线战事这么紧 怎么能离得了人呢 我建议还是让恩来同志去 哎呀我说呀 你们谁都别去 谁知道张学良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人去了 被扣了怎么办 我们怎么向中国革命交代啊 他要是真有诚意 完全可以到我们这来 我们这条件再畅 也会像供奉神仙一样 供奉着他 段怀啊 将心比心 我不敢去 他也不敢来啊 这层窗户纸就永远捅不破 张学良这一军就把我们给僵死了 我不怕走这一遭 其实啊 好多危险啊都是怕出来的 我赞同文天书记的意见 让周副主席去吧 周副主席在谈判方面确实有过人之处 主席啊 你啊就安心在这指挥打仗吧 军队需要你 主席啊 我去 你来订大盘子 好吧 我这儿有几条原则 供大家讨论 一 谈判中 处处把蒋介石和张学良分开 一个是民族反革命派 一个是民族革命派 二 张学良如果提出取消苏维埃 看来啊 你就提出取消南京政府 以政府问题复制 让全国人民攻决 三 如果他提出红军停止暴动 那你就要求 国民党取消一切压迫制度 封建剥削制度 我们就不反政府了 一个大前提 原则不让步 交手不破裂 我同意主席的意见 只是 在反讲这个问题上 恐怕还会遇到阻碍啊 安磊啊 我们开个条件 如果张学良愿意接受反讲抗日 国防政府主席 和抗日联局总司令 我们拥戴张汉清来当 老毛 这样不行 共产国际要求我们成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应当由共产党来做发起人和核心领导者 你让张学良来做政府主席和联军总司令 那 我们还是不是中共中央 我们怎么向莫斯科交代啊 老毛 你刚才的话太轻率了 请您收回去 谁还有烟啊 哦 给 马列主义在今天的中国 就是要用来救王投存的 党要存在下去 红军要存在下去 前提 是中国首先要存在下去 我们在西北啊 和张学良 杨虎成握上手 这是多么好的契机啊 跨出这一步实说不易啊 张学良拥有数倍于红军的兵力 在全国地方实力派当中 又有相当高的地步 如果他骑抗日返奖 则旺方就可以助其 在西北建立稳固的政权 肃劲奖系势力 进一步帮他打回平津东三省 在这样的格局中 红军自身也会壮大起来 当然了 如果大家还有更好的提议 我愿意息着共听 好 那就这样 按来 你先好谈判报告 通知张学良 我们随时可以开谈 好 我会按照中央决定的原则 争取大学良 我是很想会会 这位传奇的民国大公子啊 爸妈做好了啊 你们俩安静点 看这儿啊 知道行不行 闫秘书 到 来 往我们全家派一张吧 好 按这个 好的 走 帮忙我划冰去了 你 你不陪我吃羊肉泡了 不了 早点回来 对啊 进入我吧 坐 好 这照片拍的 这孩子是不是谈恋爱了 还真是不好说 不过这女孩子情动初开的时候啊 可真是幸福 可她刚刚才十七岁啊 我有点不踏实 不踏实 杨先生啊 你忘了 你去我的时候我才多大 那时候我可一点都没看出来 你有什么不踏实啊 哈哈哈哈 哎 哎 老朕 刚才秦灾带回来一个消息 说东北军和红军打上了 这事可踹子不得 不得了 这事可真不敢想象啊 这事可真不敢想象啊 我再想 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想逼切中了张汉青的要害 还有 他一贯是反感内战的 我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 他的脾气我多少还是了解一些 他这个人啊 敢说敢做 我在想 如果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国共之间的积怨的话 他会变的 依我看 如果他要跟共产党搭上了 说不定比我杨某人走得还要远 好 宝贞 你最近啊 多抽出点时间去陪陪赵秘书 我知道 鲁山 贴 江珊 从 销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斯林 他一直等在那里 一整没有梦 他什么也没说 什么也没说 收口如瓶 只是说非要见你 这西安变得是越来越热闹了 各路神仙都到齐了 请他进来 是 张副司令好 笔人周济吾 前来求见 周先生到此地有何贵干呢 我这里有财政部的公函 原来是孔部长那边的人 周济吾先生身为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 施敬 来来来 坐 张副司令 周某有事求您 请说 一呢 我想通过东北军防地进入红区 二 我来后放置 红白两地铁路已经废置 所以我斗胆提出向副作借专机去陕北苏区一趟 你要去哪儿 瓦窑堡 周专业 数章某无礼 你竟然让我用专机送你去瓦窑堡 你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吗 那是共党伪中央的所在地 通共是要杀头的 再说 你一个中央要员 去那儿干什么 张副司令 陕北虽是共党的辖区 但也是中国的国土 我这次受中央委派去那里考察经济状况 一路上路也不好走 没有办法 才向张副司令求援的 对不起了 恕张某无能为力 而且你的那些理由很难让人信服 来人 副司令 送客 请 慢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离人等见五 乃是上海圣公会牧师 这次我是受孙夫人宋庆龄之托 受她之托为国民政府联络中共中央 在上海临行之前 孙夫人告诉我 在西北如果有什么事的话 可以找张少帅 说少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 什么 政府要跟中共联络 蒋委员长知道吗 孙夫人正式受蒋委员长托付 信没有封口 你可以打开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1936年2月底,张学良派专机护送董建吾飞往陕北,随后在张子华的陪同下到达瓦瑶部。 在转交了国民政府联络中共中央的信件后,董建吾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返回南京复命,由此接通了中断九年的国共两党高层联系。 紫文先生,十年分美,国是全非,旧王图存唯有复归于联合战线,前次董建吾兄来托致比翼,不知已达左右否。 帝等贫年三呼吁,希望南京当局改变其对内对外之方针,目前虽有若干端倪,然大端仍旧不变。 甚难于真正之联合抗日,深望干头更进一步。 岂为首昌,排斥卖国贼汉奸,恢复贵党,1927年以前孙中山先生之革命精神。 实行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则非为旧国,亦以自救。 叩身祸及,情妾英明,风雨同舟,愿闻名叫。 从此不易,不尽预言,顺颂攻随毛泽东。 叶身祸,则非为旧宁德国贼兽的相机, 祝你听听,马则东这封信,滴水不漏。 我给他跑过去一个球,他也给我打了回来。 这是,在试探我的深浅啊。 是啊,范木十年。 互相打了那么多仗 又死了那么多人 如今又要同传共度 谈何容易啊 彼此能迈出这一步 已经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 共产党声称 只要政府停止对红军和苏区的进攻 并且动员全国对日抗战 他们愿意和政府合作 并随时愿意和我党的任何组织 任何中央委员 任何军政领袖 进行合作救国的谈判 现在周边局势确实对我们不利啊 上个月日本烧装派军人 发起的二二六政变 虽然以失败告终 广天红一阻隔 但是政权其实已经操纵在军人手里 军国主义已经成为日本的主导 对华政策也只会更强硬 近日 日本已经决定向中国铸吞军 增兵生鞭 我们要有所准备啊 本月十二号 苏联公然违反 一九二四年签订的中苏协定 与外蒙古签订 互助条约 严重侵犯了我国主权 我方先后提出四次强烈抗议 速放态度强硬 我们只好公开向全世界发表声明 否认苏蒙异定处的合法性 这一事件 不可避免的是两国正在修复的关系 又去进场 远东唯一能够援助中国抗战的近邻 可能靠不住了 照这样的情形 中国内部不能再有内乱了 对中共关系问题 我觉得急需摊牌 中共问题的解决 是需要有底线的 说白了 那就是毛泽东向我偷诚 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 红军向我国民党军投诚 由我们收编 我是党国委任的领袖 毛泽东就是炒扣 这个不容颠覆 若是不行 仍以武力解决 此为上上策 现在有些同志 认识不到这一点 因为我是小题大做 多此一举 又知啊 到时候你们后悔 都来不及了 九年了 九年了 江园长既然现在愿意屈尊大驾 我们奉陪就是了 我看老蒋这一套 只不过是扔块石头 探探水的深浅 他不会有诚意的 当然真有诚意 为什么要调来了 胡宗南的第一军 跟我们打呀 他这是挂羊头卖狗肉 我彭德怀宁愿跟他在战场上拼刺刀 也不愿跟他坐在一起 这明杖暗杖 咱们都得来 目前的形势是以何为贵 外敌当前 蒋介石不得不考虑江山设计 国家亡了 他的龙椅摆在哪呢 所以他也开始重新调整对我们的政策 这在过去 哪怕是一年前也是不敢想象的 这对我们可是个机会 对中国也是个机会 真要是坐下来谈 估计他还是那个老调子 无非就是两个字 招安 让他来吧 不怕 别说他跟我们招安没戏 就像三国一样 跟我三分天下 也没戏 别看我们眼下没枪没钱 但是我们有主意 有名戏 中国必须走向独立 走向统一 现在该怎么谈就怎么谈 先把日本这个狗日的 从中国赶出去再说 嗯 南京方面还派人到共产国际活动 跟王明联系 可能汉年会和他们的中间人谈 孙夫人在信中表示 准备和南京方面的吴志辉 于佑任 李时增他们通通信 正好 我们这边 恩来和克农呢 又要找张学良谈判 这样一来啊 把死水就搅活了 中国目前尸牌散沙 经不着风水草动 但是一段揉成一团 粘起来了 就会还原成石头 谁惹不起啊 湖中南部张领府的一个团 夜行军 已经接近了我们的包围圈 刘罗 打不打 打 狼狠地打 给老子打出谈判桌上的发言权 好 副司令 东间五已经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 返回南京 他留话说 向福斯令提供的方便表示感谢 你手里拿的什么 瓦腰谱的礼物 中共财政部长林博渠 托董建吴送你的 是大革命时期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行的货币 想想 去年的这个时候 我还在恶西的山沟里 跟他们打仗 现在 马上就坐到一条板凳上去了 坐 进来 报告副司令 李主任 洛传转来的中共电报 念 是 张汉京将军 比方代表周恩来写李克农 如约将于八日赴福斯 与张先生共商救国大计 定于 七日从瓦瑶部出发 八日下午六点前 到达福斯城东 二十里之窗口 以待张先生 派人引导入城 望张先生 可为安置 洛传转 中国人民红军 抗日先锋军 总司令 彭德怀 总政委 毛泽东 来了 来了 还真的来了 副司令 是周恩来 没想到我一句话 人家竟拍了这么高级别的头目 而且还主动到我们的房去 副司令 我们该怎么办 来了就好办 警察服员 现在啊 我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就是按原定计划谈判 第二个呢 就是扣了周恩来 押到南京去 你们说哪种选择 会让红军 放下手里的枪呢 副司令 扣人 这可使不得啊 扣人真的是下策 为什么 我们在战场上当了俘虏 红军还把我们送回来 何况 人家是来谈判的 这实在是说不过去啊 副司令 真的靠了周恩来 看上去我们多了一个筹码 但是马上就会掀起轩然大波 舆论和国民纷纷倒戈 后果不堪设想 胜之不武 留下的只会是一个千古骂你 一闪念 一闪念 不足为训 不足为训 我跟你们说吧 人家这么真诚地来了 周恩来单刀附会 我们当然也不能摆鸿门宴 应该坦坦荡荡地 进服师见客人 赵副司令 我再多说一句 这件事一旦传到了南京 会什么后果 西北现在都快成特务窝子了 你的一举一动众目睽睽 危险的可不止周恩来一个人 提醒的是 提醒的是啊 我把独立团派过来 亲自把位副司令 防不胜防 那样只能更被动 青山 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办法了 我是有一个设想 现在委员长不是急于让你出兵吗 你就以此为理由 向中央军委会提出申请 在洛川前线 成立一个西北交总前进指挥所 这样就有充分的理由 经常待在洛川 与中共来往方便 也更亦掩然耳目 好办法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这样一来 我在洋虎城那边也容易搪塞 省得他一身遗鬼的 就这么办了 副司令 到时候我们就来个金蝉脱鞘 宗指挥 到 金蝉 这么早 什么事 什么意思 丈夫司令 在洛川前线 成立了一个西北交总前进指挥所 准备对陕北苏区发起新的共识 明天他要到洛川前线 亲自检约部队 鼓舞士气 请我们派人参加官礼 这不对呀 汉青怎么会忽然 急急要搅供了呢 前两天 他还私下发牢骚说 搅供搅供 越搅越痛 这什么名堂 我也觉得纳闷 难道是蒋介石 给他灌了什么迷魂汤啊 要不就是他的手下人通共 被他发现了 他要矫枉过正 我是担心啊 城门失火 殃及迟疑啊 我们刚刚跟红军 签订了停战协议 就怕他们是要开始全面进入 那个时候 十七陆军肯定要被调解 那可就乱套了 不下琢磨了 这样吧 你亲自去 把事情调查清楚 是 汉青是怎么了 爹 又是擦鞋童送来的信 爹 这个老让人带信的人 他是谁啊 忙你带去吧 那我先下去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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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嫦娥报告天狼 张学良忽然赴洛川前线阅兵 动机可疑 中复主机 宝塔三 到了 大尾 来了 张副司令此次亲临洛川前线督察军务 表明了我军搅供之心 经张副司令报请南京军事委员会同意 在洛川设立了西北搅总前进指挥所 期望早奏绝功 以示中央西固之忧 我想请问张副司令 在过去半年与红军的交锋中 东北军几乎节节势力 比如说直罗阵战役 这次张将军是否成竹在兄 稳操胜确 最终剿灭陕北红军将需要多长时间 这第一个问题嘛 我很愿意给你补一补军事常识 所谓的失利 那只是在局部战役上 在整体上我军一直占有优势 第二个问题 我只回答你四个字 指日可待 请问张将军 指日可待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义务再给你补习成语课了 张将军 可是红军正在东征扩大力量 你不觉得对手越来越强了吗 我一直认为红军是强弩之末 正在做困兽之斗 请问张将军 日本国内近日发生了226军事政变 少壮派谋反者准备推翻内阁 虽然最终被镇压了 但是广田红义上台阻隔 答应了军部操纵政府的权利 你对此有何看法呢 我只是希望新内阁 在中国的问题上 不要越走越远 我是法兰克福日报 驻远东记者 埃格尼斯·史莫特莱 政府一直把共产党 及其苏维埃政府 视为非法党派 但是他们却带头跟日本宣战 并且呼吁建立全国统一抗日战线 请问张将军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张默现在军武在身 不能久留 下面的问题呢 我就交给西北角总总参谋长 艳道刚将军来回答主委 来 艳将军是中央直接派下来的 很多问题会更有权威性 艳将军 这里就交给你了 还请 好 诸位 再见 再见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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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某来回答刚才这位女士的问题 共产党所谓之统战 不过是收买人心的一种伎俩 可颜序之统战 有权价 大家很确实 军出来 云洋 都不能够下来 红队 并整理 要是要是会的 有权价 特别人 不过是 了就还在盟房子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少帅 你的水平已经不亚于我这个教练了 一万 你是不是还记恨我 当年把你吓得半死的那回啊 当然了 你那时才二十二岁 可你已经是东三省航空处的总办了 我给你当教练 本来就是提心吊胆的 可你还是险些害我掉了脑袋 谁让你老让我在地面上操作呢 我根本找不到开飞机的感觉 所以今天趁你不注意 偷了架飞机 直接就歪歪斜斜地飞上去了 等我听到声音跑出来 整个人都傻了 我想这回少帅完了 我也完了 其实那时候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只是觉得我张学良飞起来 从那以后啊 我就告诉自己 只要我决定的事情没有做不成的 是啊 你安全落地的时候 我觉得少帅一定是个圣徒 是上帝在护着你 要不然就不会有这样的情节了 是啊 是啊 你说是不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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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折腾出这么大动静来 他们不会不来吧 报告副司令 客人来了 来了 副司令 这位就是 周将军你好 薛良在此功后多时了 张将军好严厉啊 哪里 谁都知道共产党里头 有一位鼎鼎有名的美然工啊 民间疯传 张少帅身体欠佳 精神萎靡 今日一见 气象 风度翩翩 哪里是这么回事吗 对也并非 全都是谣传 雪亮过去 确实是 是牙片 打马飞 兽骨临巡 萎靡不振 后来 迷途知反 接了毒 身体自然也就好起来了 请 好一个迷途知反啊 少神能够断然把毒瘾戒掉 可见是一个有意志力 成大吉祥的人啊 周将军过奖了 请 少帅 说起来 我们应该算是同乡啊 今日一见 果然有一种 故人相见的感觉啊 这话从何说起啊 我在东北长大 就听过柏林先生 中国之希望的演讲 对我触动很大 请 在我27岁 主持整个华北政务的时候 请他出山 让他担任天津市市长 虽然 他婉言谢绝了 但是 我一直视先生为恩师 就是当时我戒毒 也是受他的规劝 缘分啊 来 坐 请 周将军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67军的军长 王毅哲 周将军 九雅 王军长 幸会幸会啊 我们是不打不相识啊 以后我们就不再交手 改为握手了 都别站着 大家坐 周副主席 您还认识我吗 侃尊明 是你啊 上海一别 多年不见了 是啊 周副主席 我现在用的名字叫刘鼎 见朋友介绍 由上海来西安 帮我副总司令 料理一下商谈的事情 好 请坐 少帅啊 这位可是莫斯科东方大学的 大才子啊 我知道知道 所以啊 我很信赖他 张将军 别来无恙啊 李局长 你给我带来了朋友 我十分感谢你啊 高副业 遵命救 到 把天主教堂十五里之内戒严 擅闯者 格杀勿论 是 二十年前我在南开读书的时候 就听说朱先生是有名的京剧票友 擅长青衣和刀马蛋 拿手好戏是 穆龟英大破天门阵 现在 周先生续起了胡子 看来只能唱杨六郎了吧 啊 哈哈哈哈 我只是浪得虚名啊 少帅 倒是京剧界的名票 1922年 你在沈阳大帅府办堂会三天 几乎聚齐了所有北方的名角 你远一时轰动啊 少帅 我们今天 就合唱一出 正想合如何呀 好啊 那你就是大人大勇的令相儒 我呢 就是重情重义的老连坡 哈哈哈哈 少帅 对中国的前途 有何看法呀 中国现在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 要想使中国安定 定要采取非常开明的极权政治不可 依我之见 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一条 就是你们的共产主义道路 另一条 就是法西斯主义道路 我从欧洲归国以后 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强国救国 所以 多年来 我一直拥戴蒋委员长为领袖 他能够排除一起 统一朝银 但是 几年来 通过我的观察 觉得这条路未必走得通 因为多年来的内战 已经耗费了我国很多的国力 如果内战不停 日寇 何时才能够被我们赶出中国军 尔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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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忧国忧民 直输兄弟 那我也直言不讳地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 它主张领袖至上 个人独裁 致人民自由于不顾 这种制度的结果 会形成一层层的人身依附关系 最终导致民主丧失殆尽 人民遭殃 这是世界上最反动的一种政治主张 中国要独立 要抗战 必须实行民主 走人民群众的路线 搞法西斯主义独裁 由个人意志独断 看不到人民抗日的伟大力量 就不能树立真正的民族自信心 也绝不会取得最终的胜利 这个问题 我一定好好地谈究谈究 周将军 我们该怎样抗日 贵党有没有具体想法 中国共产党一贯以民族大义为重 不争本党私利 只求国家独立自强 我们党在去年八一宣言的基础上 提出了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简单地说 就是不分党派 不分信仰 不分民族 不分贫富 同仇敌抗 一致对外 救国救亡 把日本侵略者从中国赶出去 贵党的文献 学良全都败赌过 日本不是中国哪一个党 哪一派的敌 且不说学良与日本人 有杀腐之仇 丧土之恨 就凭我张学良和二十万东北军 吃着国家的俸怒 就应该承担起民族兴亡的责任 所以说 在这个问题上 学良与周将军 是灵犀有益 心取相通啊 少帅 赤子之心 日月可见 恩来 佩服之之啊 自九一八以来 国人皆是学良为不抵抗将军 个人受辱 祖族蒙羞啊 学良 无时无刻 不想打回老家去 洗刷这个恶命 人非圣险 国人说 支持者尽忽勇 张将军坦诚反省 四年来 一直主张抗战 我们相信 你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这是周先生个人的看法 还是代表了贵党的立场 这是我们中央政治局做出的判断 可是在此之前 你们一直骂我张学良是中国的第二号卖国贼 难道不该骂吗 但是 一个人 是不是要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 关键是自我拯救 你这么说话就不怕得罪我 怕我就不来了 好 不可对着天起事 因为天是神的座位 不可对着地起事 因为地是他的脚凳 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事 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 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事 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或变白 达阿灵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历史 其实很会捉弄人的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 有两个九亿吧 资格近一年 主角都是张汉清啊 哦 一九三一年的九亿吧 预备汉燃炮击北大营 一夜之间占领了沈阳 汉清 师徒有责 留下罪名 国人皆知啊 可是 一九三零年的九月十八日 国人就滋滋甚少了 那一天 汉清 发表了拥护中央 呼吁和平的巧遍 东北军 再次入关 结束了中原大战 汉清这一次巧遍 化刚刚阁为玉补 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 也帮我赢得了这场战争 从此 国家统一 那时候 我就对汉清说 德有如兄 死而无憾 这一功一罪 就把一个青年人 拉进了历史啊 也难为汉清吗 一个少年公子 就寿命于危难之中 一切都还没准备好 路还长着呢 汉清 有朝气 难免 猛浪啊 他就怕 他小事上聪明 大事上犯糊涂啊 一个政党 都难免犯错误 何况一个人呢 如果 我们对少帅 不是这样一个评断 今天 我们就不可能 坐在一张桌子上 那你们为什么 不能对蒋委员长 也这样呢 虽然他提出的 让外陛下安内的国策 学良不敢沟通 但是 你们提出的反蒋抗日 把蒋委员长排除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外 也是不对的 我们 并非不愿意争取 蒋先生 这一大的集团抗日 而是可能性不大 蒋介石 在中国面临 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 却还一再鼓吹 让外陛下安内 这与清朝西太后 宁增友邦 不与家奴 无耻的卖国嘴脸 有什么区别 他把中华民族 推向内战的深渊 实际上 是充当了 日本侵略者的走狗 蒋先生 提出的 攘外陛下安内 固然不明智 但他毕竟是 国家的元首 你们要是坚持 反蒋抗日 势必与整个国家为底 再说 以贵党现在的实力 根本不是 委员长的对手 这样的话 你们提出的 反蒋抗日 和委员长提出的 搅供抗日 又有何区别 我相信 贵党抗日的愿望 是非常真诚的 蒋先生 他不是不想看 日本人变本加厉 步步紧逼 他也很难堪 心中也恨 他错就错在 把你们 当成了首要的心腹大患 因为你们的纲领 和你们的行动 是在反他 反他 是为什么 自从1927年 大革命失败以后 蒋介石 公然背叛 中山先生的意志 以共产党翻脸 在广州策动中山剑事件 抓我共产党领袖 在上海造下 412惨案 所谓的亲党 就是杀戮 没有法律 没有道理 宁肯错杀一千 也不放过一个 张将军 你们想象 这是怎样的血腥 把一个有信仰 有组织 有主义的政党 当作死敌 到后来 又动用上百万军队 被红军 一次次的残酷 围剿 疯狂追杀 一支几万人的部队 最后剩下几千人 直到今天 他还要把我们斩尽杀绝 说我们反他 你说我们该不该反 这些老张心仗 我再也不想提起了 张将军 如果你赞同反蒋抗日 在西北 成立抗日国防政府 我们共产党和红军 愿意拥护你为 政府主席 和抗日联军总司令 我真没想到 贵党对学良 是如此的信任 张将军 我们绝不是空手而来 苏维埃政府 和红军希望与你们 结为一体 形成西北抗日阵线 联合苏俄 自成局面 与蒋抗衡 争取南京 贵党摊出的这张底牌 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 说实话 我们低估了你们的诚意 如果不交你们这个朋友 那我张学良实在是太不开眼了 不过 我要向你们说明一点 除非政府七日派占了上风 除非蒋介石他祥日 否则我张学良 绝不脱离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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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队长 孙营长 这里的防务交给我 你现在马上带人去扶持机场 和各城门路口 在会谈结束之前 不允许任何飞机起飞 不能放任何车辆人马出城 就说是六十七军王军长的命令 其他的不用做任何解释 是 等等 车上抓了一些夜里游荡的闲人 找个地方关起来再说 是 列颠 蒋永珍 撤走 蒋永珍 跑步走 我跟蒋先生交往颇深 他也是个民族主义者 今年一月 日本外相提出对华三原则 要求中国政府承认围满洲国 蒋先生回答 待我姜某死后 你们再谈这个问题 可见 他是不会向日本低头的 目前 蒋先生 是中国最高权力统治者 他拥有 他拥有中国大部分地盘和主要军事力量 而且 财政 金融 外交 也是一手包揽 所以 联合抗日 把他排除在外 是个大的实测 周将军 不揣冒昧 如果贵党把反蒋抗日 变成连蒋抗日 甚至是逼蒋抗日 又如何呢 逼蒋抗日 少帅 你说说看 你看啊 虽然 委员长身边有改祖派 和亲日派 但党内主张联俄 甚至联共的人 也大有人在 特别是还有像我这样的 抗日主战派 在这种形势之下 我们在里面劝 你们在外面逼 迫使委员长 放弃 攘外地先安内的国策 走上抗日的道路 如果少帅 能说服蒋介石 向日本全面宣战 我们愿意跟他合作 但是 有两个条件 一 陕北要留给红军安置家眷 二 放弃在中国 消灭共产党的企图 除了这两个条件 其余的 我们都愿意跟蒋合作 张将军 黄警长 我们是敞开胸襟来的 只要蒋先生 能够把握抗日这个大劫 过去的仇恨 我们可以一笔勾销 副司令 周将军都把话调到这个程度了 你能劝动委员长吗 上次跟李局长一别 我一直在担心 连蒋和反蒋 我们是否能够谈得拢 今天你们的表态 让我非常的感动 我一定会把蒋先生 拉到抗日的路上来的 虽然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 但是 我既然做下了这个承诺 我张学良说出来的话 绝对不会置地无声 汉清在危难之时帮过我 偷逃报礼 我对汉清也不博啊 1930年的10月9日 我授予他国民革命军 陆海公三军副总司令 并截至凤击黑进 查热水鲁八省区的 军队管辖之权 北平千金青岛三世 也隶属于凤系管辖呀 而且我同时 又大举策封了凤系的将领 就是其父张作霖 被称为大元帅的时候 其管辖范围 也只不过是 精精周围而已呀 可那个时候的汉清 什么 没什么 我想起了和汉清第一次见面的事 你说的是 一九三零年在南京啊 那是一九二五年在上海 美丽啊 我困了 你先去睡吧 我会为你祈祷的 周将军 我现在一直有一个疑问 一旦西北对日宣战 苏联是不是会真心地帮助我们 你们应该知道 二九年中东陆事件 我跟苏联闹得很僵 以至于三三年 他们都拒绝我入境访问 苏联是个共产主义国家 而我们和张将军的联合 会在西北地区形成一个 对苏友善的实力集团 无论从苏联与中共的关系上讲 还是从本身国家利益上讲 都是乐于见到这个局面的 我相信斯大林 是会支持我们的 其实 能得到苏联这样一个 实力大国的支持 是中国许多地方实力派 梦梦以求的啊 跟中国共产党合作 其实是寻求到了一条结计 我们可以立刻派特使 进新疆到苏联联络 只是希望少帅 能给新疆的盛世才打个招呼 以便提供成型的方便啊 那绝对没问题 张大军 黄军长 我们现在基本实现了停火 但是 还是应该商量个具体的办法 比如说军事禁区 双方都不得晒步 如果南京方面逼得太紧 你们也别太为难 我们红军可以主动放弃一些地盘 红军能这么深明大义 令王某钦佩 你们有什么难处 尽管说 我们能帮上的也一定帮 来人 来 来 请 周将军 今天既是和贵党领袖的见面 也是我们两个南开校友的见面 我张学良个人出了两万县大洋和二十万法币 作为见面礼 请周将军笑纳 恭敬不如从命啊 我手下 我和柯农代表中共中央和红军 感谢张将军的这份情意 我们不会忘了你这位朋友的 周将军 我还有一个东西要送你 这个是现在最精确的 等高投影射色中国地头 我相信红军会用得上 太好了 太好了 这真是一件最珍贵的礼物啊 希望中国的版图永远保持这个完整的样子 少帅 我们共同来保卫他 共同保卫他 宇军一夜话圣读十年书啊 快在快在 少帅 能结识你这个朋友 也是我周恩来的姓氏啊 我相信 我相信 我们之间 永不背弃 那是当然 周将军 傅司令 天都亮了 我和柯农 要立刻离开 服尸 要立刻离开服尸了 我们啊 要立即飞回洛川 叫公前线 还有个观察团等着我呢 好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周恩来 周恩来与张学良在服尸的会晤 达成了东北军为各路红军的会师让道 红军整边准备组建抗日联军 中共派代表赴苏联寻求援助 促成国民政府接受共产党为中国合法政党等一系列重要协议 福尸会谈促进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 形成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重要转折 这么说 张罕清前后两次讲话 反差很大 是的 第一天的记者招待会上 算是大放厥词呀 声称 搅供之胜利是指日可待 然后他就匆匆离去了 第二天中午的酒会上 他话头突然又转了 又大谈特谈起抗日 这搅供他又不提了 而且说红军若是昭安 可以一起拉起来抗日 你看 一夜之间判若两人 弄得那帮记者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啊 这个张罕清啊就是太率直了 口无遮拦任性所为 不过这也难怪 十九岁就受了陆军炮兵上校军衔 二十岁封陆军少将 二十八岁就任了东北边防军的司令长官 三十岁就成了国民政府委员和中央政治会议委员 三十一岁更飙升为陆海空军的副总司令 可以说做了当下中国的第二把交椅 你说 这么一个人耍起性子来 有何估计 他到底想做什么呢 是啊 最近一段时间 张罕清的行为很是鬼秘 我们很久没在一块长谈了 我觉得他在防着什么 这样 今天我就找时间和他通通起 现在张罕清没有回西安 还在洛川 他从那直接回了山西 山西 对 他们说是严百川顶不住了 想请张罕清出兵 我说行 罕清啊 罕清啊 你就别挤兑我了 我没跟你胡说 你看 我给你带来了一本书 看 美国时代周刊 你上封面了 我看看 我说博帅啊 真的说句实话 山西人民 有你这样的大帅 是他们的福分 你一定要坚持下去啊 安晴 实不利息啊 红军入境 这一路打得很惨烈 紧对九狱一战 双方死的人 尸首都埋了好几天哪 试想一下 二 钢铁三尽 嘿嘿 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重创啊 我跟红军教授也遭到了 少有的失败 但是最主要的 咱们这些都是无谓的牺牲 脚供是个无底洞 咱们再不能拿自己兄弟的身体 去填这个大窟窿啊 韩清啊 这我老爷看的明白 可是 我总不能让他们来抢我的地盘吧 博帅 共产党打的旗号 是路过山西 打通河北北上抗日 目前他们强烈主张建立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他们有盘踞在山西的想法 我想也不是真实 我反而认为 那个陈城开来的那些个中央军 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哪 哎哟 阿清啊 你这句话算是戳到老柯的心窝上了 哎呀